随着新冠肺炎疫情不断升温 基隆市环保局清洁队的喷洒市消毒车 每天穿梭市区大街小巷 以及全副补装的清洁队员到学校喷洒消毒水 清销环境已经成为常态 但是因为越来越多民众 以及社区和公司暗号传出来的情况 因此有市议员在议会质询时 建议市政府环保局 是否和民间的清洁消毒公司签约 协助喷洒消毒液呢 本席建议说 是不是我们环保局可以找我们基隆 基隆的一些清洁公司 清销公司的厂商来签约 签约一下 让可以以最小的成本 来给我们各个公司行号 自己去跟这些消毒公司 来请他们来公司行号来消毒清销 让他们因为这个真的一次清销的成本 费用也非常的高 其实有一些地点或者一些机关 欧巴市政府的相关机关 本身应该也要设立所谓的开口契约 来让民间的清销业者能够来 直接到现场来做管理 尤其基隆市 照比例上来看 我们也知道每个区域里面都有相关的公寓大厦管委会 这个当然环保局我相信你们也不会进场来做协助 但是如何从环保局这边 或者是相关的我们基隆市政府 横向的部分能够 请他们各个单位都能够来订定相关的开口契约 或者名列相关的清销的厂商 或者相关防疫的这些厂商 对此市政府环保局长赖焕红大巡市表示 相较于用NSA清销 建议民众及公司行号 还不如自己用消毒水擦拭消毒桌面 等容易用手碰触到的地方 咔五好啦 也请议员们多多协助向民众宣导 在这边还是要麻烦两位一桌协助宣导一下 消毒比不上我们员工自己去擦拭 尤其是手会碰到的地方 尤其是坐面工作台办公桌 其实我们在每次的消毒宣导的时候 都会提到用起来比较好 噴的不一定会百分之百噴到 但是有经过这样一个擦拭的动作 其实可以把病毒降到最低 所以我们有在那边宣导是说 我们还是签议 这个员工或是些老板 他一定要擦拭过 他会碰到的地方 尤其是桌面 或是台面的一个部分 对于环保局长的建议 市议员表示 会协助宣导告知身旁的民众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对于环保前 环保局长的公司 舍入